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由剧作家田汉作词 著名音乐家聂尔作曲 《风云儿女》最初的故事由田汉创作 描写20世纪30年代初期 青年人为拯救祖国 奔赴抗日前线的英勇故事 个词内容反映 当时国家正处于严峻的局面 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 1949年9月27日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未正式制定前 以二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伴随五星红旗升起 二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 正式将二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写入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在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当中列明应当就唱国歌的场合 包括全国人大会议 和政协会议的开幕和闭幕 宪法宣誓仪式 升国旗仪式 重大体育赛事等等 在就唱国歌时 在场人员应当缩立 举止尊重 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基本法第141条列明 中国国歌是二勇军进行曲 2017年11月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将国歌法 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 特区政府随后展开本地立法工作 2020年6月12日 国歌条例正式刊献生效 和国歌一样 国旗和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当尊重 和爱护国旗和国徽 并在适宜的场合使用国旗及旗图案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 五角星是黄色的 在红地上显出光明 四伙小五角星各有一个角尖 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 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团结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每个公民都应当尊重 本港的法例已经规定国旗的优先地位 升卦国旗 需将国旗置于显著的位置 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次行进的时候 国旗需要在其他旗次之前 国旗和其他旗次同时升卦的时候 需将国旗置于中心 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在外事活动中同时升卦两个 或以上国家的国旗的时候 需按照外交部的规定 或者国际惯例升卦 另外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正式规定了国徽的图案 一直沿用至今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 周围是麦道瑞和齿伦 本港相关的法例 只在维护国旗和国徽的尊严 规范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 予你 你 是